来自政治世家的张元祥 过去曾经担任基隆市中正区长坛里里长长达八年 在任职间尽心尽力为当地民众争取社区的资源 积极发展社区特色产业 我在当里长的时候我就办理机车下乡考照 当时我们办了三个T次 我记得人数不是少数 应该有将近500个人 另外我们也在结合地方的居民来开展所谓地方的产业 虽然这个也经过很长的一段时间 到现在我们就不曾放手 在担任基隆市长坛里里长同时 张总会长也是青商会的一员 除了需要兼顾青商会大大小小的活动 他在忙碌之余 也不忘自己身为里长的责任 运用自身与青年企业家合作交流的经验 来帮助推动社区发展的事务 他的努力与付出 以致卸任之后一直深受大家的好评 我爱巴斗国小 支持巴斗在地精神 谢谢 本来这个地方是很少人在集合 由我们张旅长他的细心来策划这个地方 让更多人几乎都集合在 渔民活动中心这个广场 一楼的话就是让老人量血压 跟成立一个读书室 那二楼的话就是渔民他们休闲的时候可以唱唱歌 还有可以开会 原本空档的活动中心广场变成居民集合的场所 这一切都是张总会长在服务期间所做的努力 让整个社区逐渐活络起来 从刚开始我第一次跟他见面 他回到故乡的时候 他就告诉我 他最大的心愿就是要把他故乡 我真的是在各方面的条件都能够好起来 那一切他后来的作为跟他当初讲的东西其实是一致的 像我们现在每年在父亲节的时候 都有一个巴巴趴手网的这样的一个活动 那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 小孩子有机会去领略到传统的那种打鱼的文化 那对老人家来讲 他本来已经退休了 然后就多了一个依托 他最大的好处就是说 他有理想 然后他会找方法 然后他会邀请顾问 邀请一些专家给他意见 然后最后他有听进去真的去执行 除了积极发展推广社区就业机会之外 张总会长也积极营造社区生态环境 以美化社区生活环境 像是净胎活动的落实 也让居民开始重视社区的环境保护和管理 此外张总会长曾经在2012年担任国际青商会中华民国总会总会长时 携手台北青商会 台北市政府共同合作主办 睽为近30年的2012国际青商会世界大会 破了世界青商会记录 同时也为台北市带来近4亿的经济效益 如此卓越的表现 让他高票当选国际青年商会2016年世界常务副主席 更获邀前往乌拉圭埃斯特角城市 主持一连四天的美洲大会 再度展现他的强大外交能力 这次美洲大会总共来了42个国家 整个活动非常的精彩 我们在这边有一个台湾代表团 包括晚会 包括进场室 包括整个开幕的活动 动作的过程 台湾代表表现得非常精彩 希望我们台湾越来越多这样的机会 为台湾在国际舞台上来展现台湾的力量 让台湾的人坚度更高 美洲大会结束后 张总会长也马不停蹄地筹备 接下来与高雄举办的亚太主席会议 因为我们亚太大会再次轮到台湾 在高雄 我们在那边一起见面 我们一起参加高雄亚太大会 我们预估会有6000位来自亚太地区 甚至世界各国的会员朋友 来到台湾高雄参与 我们希望在这次会议当中 让南台湾继2000年 2000年之后 能够再度的办理好这次的盛事 让未来的南台湾的青年朋友知道 青年商会是一个能够主办国际活动 能够透过国际青年商会 来参与国际事务的一个大社团 凭借青商会协助年轻人 实践梦想与理想的契机 从中让他们得到国际机会 社区机会 商业机会 以及个人机会这四大机会 充分展现青商会 培育青年领袖的魅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